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六環彩的環節, 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見面 將這個環節調在星期六, 等大家看完之後 我用這個333 2 2 1的方式, 一共108個組合, 兩元住起來 看看216元每期提供六環彩的馬匹, 讓大家做一個投注參考 在未講之前, 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右邊的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明天還有我和銀子做主持, 希望大家即場都可以進來看看, 希望幫大家贏多一點 好了, 頭關三支場次當然是亂, 合火連隊剛剛才入完三甲 看看今次平投亞軍, 可否繼續有 另外影侄, 別覺得莫來拉氣騎, 退了一月有機會可以的 另外觀世界, 這隻馬上次輸萬步速 今次不是萬步速正常賽事, 十四檔蝕欣都不要不要他, 叫他有些非 另外, 下一場兩隻應該可以的, 有位一檔幫他幾零紅星輸給熊王這些強手, 這場沒那麼厲害 應該容易的, 有些難贏的馬, 交給潘頓, 韋達都會搏, 趁他腰痛未復發之前, 看看指指痛心熬多久 去到第八場, 都是兩隻可以的, 時事有餘, 終於等到莫來拉, 拿來騎 背小七磅, 今場有些好處, 龍骨飛羊不用潘明輝, 不知道是否勇猛神區他覺得好一點 所以龍骨飛羊冷手撿熱煎堆, 看看騎攻高了有沒有幫助 兩隻都可以的, 至於後面第九場都是兩隻, 香茵薄阿冷, 三隻 勝賢剛剛上班都差點贏了, 應該可以用完他了, 方仔在尾場擺了大紅風 開心威龍, 全面試過輸給勝德威風, 不要想著他沒有機會, 這些跑千四才對他跑 另外, 去到尾二場都是三匹, 黃龍複象應該很容易在三甲 看看前快後快不斷的紅紅好一點, 還是電訊錶馬根本跑千四在外地贏, 拿手一點 尾場相信我, 一隻大紅風就行了 所以頭柱組合上, 尾場才是一隻, 在這裏可以見到 大家如果不清楚, 都可以這樣參考一下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節目 還有這個隔夜非錢財經,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等一會再見, 拜拜 拜拜